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8日星期三 市仍然交投比較淡靜 事實上由上星期四開始 成交金額都在緩曝當中 一點一點退縮 但問題是市一直咬著高台 很簡單 只要指數一直不跌穿到10天平均移動線 技術上就屬於玉士頂的格局 說了很多次 看看指數 今早恒指先高開19點 去到26,434 之後有少許反覆 一度低見26,344點 即這刻相對昨天跌了71點 但沒有追顧壓力 況且成份股也開始慢慢斷定 甚至有細幅度上升 從而拉動指數 直至下午3點半指數 一度高見26,618 這是創了今個月的新高 這一刻指數輕輕升了203點 相對今個月的低位是2日 24,232點 計算到今天暫時高位26,618點 今個月的波幅已經擴復到2,386點 我要說一件事 就是2,386點的波幅其實不算少 所以如果沒有新一輪龐大的動力去支持 大市很難再快步或闊步地上升 當然 總之技術上一百幾十點的整固 或是浪高一點的話 這個走勢是會見得到的 所以在一個技術上 形態上來說 指數一日走在十天線 或者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形態技術上是屬於一個浴市頂的格局 而所說的頂暫時來說 就是7月7日的26,782點 有一點要說的是 今日的二十天線已經突破了二百五十天線 出現另一個黃金交叉 一般來說 恒指十天二十天相繼突破了二百五十天線 是代表一個中期的走勢 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反彈市可以見得到 我們先看看大市 由9月25日的低位23,124 去到10月30的低位24,029點 組成一條上升軌 沒有變度 一直都沒有變度 這條上升軌已經組成了一個多兩個月 之後一步一步上升 指數突破所有的平均移動線 現在漸漸升來了 相對十天線比較近 但其他已經升來了 暫時來說 目標將會直至今年7月7日的高位 26,782點 這是暫時第一個阻力位 如果過得到 整個中期後市目標 便會上網 今年1月20日的全年高位 29,174 不過我不覺得會太快要到 因為成交金額一點都不配合 為何這樣看 你看看這裏便已經知道 成交金額由2,338億 到2,674億 之後呢 1,6億、1,5億、1,4億、1,4億 一直下來 今天直到現在這分鐘 都只有1,28億 即是市的動力不足 可以解釋 市已經升了二千多點了 其實這個幅度已經可以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所以很可能更明快的步伐 真的要等到下個月才能看到 有兩個技術上的走勢 在月初一直說 本來市是由2日的低位24,232 升到10日的高位26,474 其實我一直指出 一個月的高低位 是不應該在七個交易天之內出現的 只要先低後高形態不變的話 今個月的高位應該是15日或20日左右才會出來 即是中下巡据的時間才會出到今個月的高位 直到現在這分鐘 這個分析也是沒有錯 當然之 我要強調一件事 大市一直穩守這麼多種平均移動線之上 在這個低位開始的上升 市是會出現一個中期的升浪 10月是一個先低後高形態上升的月份 11月暫時來說仍然維持這個格局 即市已經連升兩個月 今年以來是第一次出現這個情況